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 日前刊登了一个评论文章指出 多位美国专家认为 中国海军的093B型核潜艇 已经达到了美国海军改进版 洛杉矶级核潜艇同等的水平 虽然美军已有最尖端的海狼级 和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服役 但洛杉矶级依然是水下舰艇的主力 《国家利益》杂志文章称 新美国安全中心防御战略和评估计划主任 亨德里克斯认为 093B同洛杉矶级在潜艇精英方面水平类似 也配备巡航导弹和垂直发射能力 中国海军的潜艇技术发展 正是北京迅速赶超西方军事水平的体现 也有美国专家对中国潜艇神速的技术飞跃 感到难以置信 中国目前拥有70艘潜艇 但大部分为常规潜艇 美国海军目前现有约52艘攻击型潜艇 到2029年将拥有41艘 俄罗斯拥有56艘 中国潜艇数量虽然超越了美额 但在核潜艇技术质量上还有一定差距 五九道楼在去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 北京方面正继续升级扩大潜艇部队 在已服役的两艘093级潜艇后 还将有另四艘093交付中国海军 并替换老旧的091潜艇 这些改进版093B除了能发射英机18陆弓导弹 其新式垂直发射系统还可以发射英机18反舰巡航导弹 在未来十年 中国将建成095型攻击核潜艇 并继续研发096型战略核潜艇 文章还提到 如果未来中国的095和096型核潜艇的技术水平 只比美军的海狼或弗吉尼亚级稍弱 那么美国海军将陷入很大困境 美国当下的攻击潜艇技术优势 可能不足以对抗中国在不久未来的数量优势 有美军水下作战官员表示 美国海军对此前削减三艘高性能的海狼级感到懊悔 却专注于生产擅长扮演多种角色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一旦中国赶抽上美国核潜艇技术 美国国会可能考虑让两座核能造船厂开足马力 加速研发弗吉尼亚级的替代品 风华卫视黄卓华盛顿报道